那现在呢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在立陶宛设馆 设馆好啊 免费设馆当然为什么不去呢 但是这么多的钱设在立陶宛 连人家欧洲都不见得在立陶宛开馆 我们要去开馆 然后台湾现在嗨得不得了 绿营好嗨哦 只要立陶宛的东西 我们通通都用新台币去把它下架 欧江安还出来提醒大家哦 看起来像是一个好意提醒 但其实就是在宣传政绩嘛 立陶宛的商品卖到什么程度呢 卖到都已经有诈骗跟仿冒瓶出来了 请大家小心哦 来 你来看 对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们现在台湾跟立陶宛关系 有点像林秉书啊 用人脉来串 我跟你讲台湾跟立陶宛说 我有个美国跟我很熟哦 我们现在来跟你交朋友 然后呢立陶宛就 好好你会给我好处哦 来来来来 对哦 有点像这种感觉啊 我们先去跟人家装熟 对 然后呢 结果你知道美国哦 我觉得那六亿信贷 最后是这样玩哦 是我们台湾人花钱 让立陶宛还那六亿信贷啊 这已经4.2亿了 刚刚那个 对啊 对啊 这样加起来刚好 对啊 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帮他还了大笔的钱啊 美国人先说啊 帮你贷款 结果呢立陶宛拿了台湾那么多钱之后呢 最后还给美国 最后立陶宛尽赚 对啊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还任何钱 真实 他的现金周转 他的现金流很开心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很 我们讲我就想到那个以前 梁家辉有一部电影 那个现在很多梗图 我们政府很有钱啊 然后立陶宛在那边就 真香真香啊 这个美金真香啊 好有画面感 只有台湾付出 我们到底能拿回什么 外交是要讲互相的 对 立陶宛 比如说 如果今天真的台湾代表处 他们立陶宛也来台湾 设了这个办事村 而且比如说今年 联合国大会 立陶宛力挺台湾 加入联合国等等 你要把这些事情 全部串在一起 总包一个什么2亿美金 2.2亿欧元 你才有KPI 外交部长你才有KPI 你不是我先都给了 然后呢最后你又没有实践 到时候再说 外交不是这样玩的 这样玩会搞到最后变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邱毅仁之前 被骗的那个案子 八纽案 那个在全世界有很多的 所谓的外交前客 就是让比如说让台湾 告诉你我有管道 可以帮你签跟这个 立陶宛的关系 这次看起来是美国在帮忙 可是中间有没有一些商人 有没有一些前客 在中间会中保私囊 这个很难说 因为你要知道立陶宛的那个 2018年他们的基本薪资是500欧元 合台币大概是16000多块 所以他们的整体的经济形势 是远逊于台湾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台湾要跟他交朋友 是他比较有利 还是我们比较有利 这个要想清楚 他们的人口也少 经济的这个条件也不如我们 比较他们就是一个特殊的产业 就比较担心是接下来一连串的后遗症 没错 所以很少外交这个价目 这样子高高的挂起来 最后可能那个全部挂 那个立陶宛的商品 最后你发现 Made in越南 Made in哪里 那不得了 结果现在谁主打立陶宛 是蔡政府在主打立陶宛 你看连一个手机 都要把功劳归给立陶宛国防部 说小米的事情 那个大陆制的哪一牌 哪个品牌的手机 是立陶宛发现的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 去年10月NCC就拿去撤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拿出来讲 就是为了要捧立陶宛 说就是我们的民主盟友 或者是开始要给大家跟大家讲 这个立陶宛也不都是跟我们要钱 对 有帮我们 情报共享 是不是这个概念 但是老实说 那个很low 那个东西很low 对 很low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蔡政府 就是我全力挺 连那个兰姆酒明明不是立陶宛的 他都要还弄一个菜单 然后说未来的食品展 这个立陶宛也会来参展 其实我都好奇 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数字 2亿美元 2亿欧元 又是加MOU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不知道 因为按照这个议员的讲法 这个2亿订单是刚签下 那会不会是 2亿美元投资基金 人家立陶宛总统还不高兴 我觉得我可以拿更多 所以怎样 讲了这个台湾是个错误嘛 是不是讲了是错误之后 台湾外交部才去谈 你觉得是错误喔 那再来2亿欧 你觉得是不是错误 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以时间点 这个刚是刚到什么时候 是刚到他这个错误之后 才签的吗 还有这个MOU 是什么样的MOU 可不可以把这个合约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只要牵涉到钱的 我觉得时间都很重要 跟立陶宛给我们的承诺等等 应该要放在一起来看 你就知道中间 有没有所谓的对价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真的觉得 外交部必须要说清楚 他对国人有义务 要这个交代 谢谢大家